大家好,这里是大叔,本期呢,咱们继续北欧女士二代 级别没有练完,说好的要练到40级的,但是呢 比想象当中的时间要长 所以咱们先走迷宫吧 看一下,走到哪了,这里 向右边去 这个货带了一个复印石,把它拿下来 哦,是个螃蟹 螃蟹的话就是主要的练击对象,但是不是在这里 再往迷宫的深处一些,这是两只螃蟹的地方,在那练 两回合能打死吧 可以,这个超杀呢打的写多一点 暈了,本座的眩晕的异常状态真的是短 攻守的这个技能非常好用,但前提呢,你打的是大型的,打小先帝人不管用 他打点很高,到后面拿到顺攻啊,基本上就可以秒杀所有的小兵了 这个是叙瘦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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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的这些封印石啊,真的是应该整理一下 顿之家户就放在这儿了 现在因为练极呢,带了一个经验 投射器 投射器 投射器,这个应该是要放到台子上的吧 然后呢,才能打开里边的门 这一看上面的灯啊,还是什么,是有宝箱啊 好,左边,左边,在这边 这个要去拿啊 一万五 投射器 没什么了吧,没包箱了吧 就被箱子拿回来 好,这里开了 我现在还带了个吸血啊 好,这里有个存档点 存一下 前面应该是不能碰到那些所谓的 机器 守着一个宝箱 这个一定要打了 哦,中间那个是队长哈 我这一定要出手一下 把人拽过来 卡住了 看来要两个回合 这回合大概打了70%的血 没关系 晕了 呃,咱们绕一下绕一下 绕一下 AP不满 可以拿这个宝箱了 可以拿这个宝箱了 啊,没有东西 啊,没有东西 啊,到了彩云石 这样可以传送到其他的区域 好,楼上现在去不了 传送吧 啊,这个区域好像是不能被敌人碰到 啊,这个区域好像是不能被敌人碰到 哦,我天我天我天 吓我这一跳啊 这是什么封印石 不用了 坐下,陛下道具入手不可 啊,把这吸血鬼 啊,不可以 等一下,等一下再玩 这个要打了 不好打 这真是不好打 后面一个boss 估计那个灯上还是有 有一个 报箱 我上去看看 早知道用敌兰的大能收了 力量要紧 第二宝箱东西 哇 这个 这个如果说好打呢 万一发动了 输入的话就很好打 谁是队长 中间那个货是队长 肥肉 这是队长 是队长 你就不能給我發動一個出入嗎 哎好 發動了 行啦 其實再下就行了 勇氣忽視 好 沒有 沒有啊 這個應該是拿著 拿著吧 我要記著點吸血鬼放到這了 萬一後面用到了 小心點啊 小心點 不要碰到它 前面還有 哦 對對對對 我拿著這個 啊 不看 記著點啊 記著點 啊 在另一側 在這邊 禮月之石 他怎麼亂飛啊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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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高 不夠高啊 我應該打了他們啊 打了他們 誰是隊長 哦 那個禍石隊長 這個禍石隊長還簡單一些 不知道能不能秒掉啊 差不多吧 看敵藍的給不給練 哇 差這麼一點 五誰也出不了手啊 六呢 哎 打錯人了 這 我不會讓我再玩這個 啊 膽子 他需要一個 好UNA 打錯人 啊 打錯人 我沒有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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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拼命 我沒有拼命 我沒有拼命 行了 把这个货控制住 哎哎 你怎么总跑啊 人在这呢 守备要剂 看一下啊 这个先放着 这个先放着 我暂时用不到的 我先去把下面那个宝箱剪了 刚才捡到个石头 这个石头 要传送啊 传送之前把他捡走 哇 两只 练金树之数 把敌人直接转化成经验 好 宝箱一个 毒箭 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看起来不错啊 但是我现在穿的是绿的 哦 没有红的墙 去取那个封印石 先直走 取完了回来 然后去传送点 这里如果被他们碰到了 就会传送到那个有毒的空间去 其实如果你解读要多的话 利用他们进行传送也是一个主意吧 也不是为一个方法 现在记着捡不了宝箱了 我 我可以把他返还掉 应该用礼乐之士了 我先用 用 用光吧 我把这个返还了 让你随时可以来拿 拿着 看看这是哪儿啊 这个地方离第三个区很近 哦 我错了 错了错了 对面有个宝箱我需要 有个宝箱需要拿 我应该这样跳过去 家户之间 你喘一下吧 这个人先收了 你喘一下 你喘一下 还是 咱们跳到对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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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儿 再和他交换 再和他交换 好这样拿宝箱 我天我还以为是炸弹呢 力量手镯 这应该是加攻击力的 看一下 我正正正在学这个 力量手镯 力量手镯是无色的吗 是的 哦 攻击力加30%不少 这次都冲过来 那还成 这其实发动个突入就完事儿 好发动了 好 红岩石 这个石头记着放这儿了 我怕再有宝箱 咱们先不拿 哇 这个敌人要打了 我要往往左去啊 螃蟹 还有这好事儿 OK 88下 八十八下都沒打死 這是什麼水平啊 又差一點 麻痺了 沒打出東西 最後打出點石頭還行 經驗值是一個增加 看見寶箱了 兩隻螃蟹 這個好啊 我看一下 不是這隻 咱們來打這隻 這裡就應該是鏈技點 如果他每次都能保證是兩隻螃蟹的話 那經驗值就非常多了 兩隻螃蟹沒打死 那只能被他砍一下了 好在他現在只有一個爪子 只能攻擊一次 攻擊力也不算高 重生之雨 炼金藥 誒 看看沒動一下 走啦 對 在這裡我的封印石不管用 一地的魔晶石 身後兩個機器人 眩暈不管用啊 身後兩個機器人 眩暈不管用啊 對 在這裡怎麼走啊 左右 先往左吧 嚇我這一跳 嚇我這一跳 用一下最後一塊石頭 應該是最後一塊吧 不然這個圖也太長了 這個彩座 這彩座可以放一個debuff啊 沒什麼debuff啊 來個防禦禁止吧 這個地方存個檔 成了 打boss了 雞也練完了 這個boss先別打他 先打牆裡的三個球 這樣能破壞掉他的防禦 好 就這裡 好 就這裡 快了一個 被盯上了 不管他 繼續拆 拆完第二個 剩他身後這個 完事兒 打本體 哎呦 忘了 魯法斯換了一把弓 魯法斯也有決定技了 這樣我的順序可能錯了 沒錯沒錯 魯法斯可以接上 後期魯法斯的決定技升級之後呢 還會再出來一段 全體啊 這是虛弱吧 這是虛弱吧 我先補點血 其實出個切斷就完事兒 所以還是要看臉 雅流哲和雅力的裝備都拿下來 他倆馬上就離隊了 一回合的事兒了 你能不能給我切斷 切斷點什麼呀 沒有 沒有 讓打完 龍靈鎧鎧 楊月石 金蛋 這裡其實還可以 啊 這裡邊就是boss 可以反复的打 有一個金蛋 一個金蛋其實可以考慮給魯法斯 或者阿麗莎 都可以 摔弱解了 這裡還成 沒有直接讓他倆離隊 而是給你了一個機會 日時揚月 這邊沒有寶箱了 沒有了 龍寶玉在此 終於找到了 在好幾個遺跡裡進行追蹤 終於追到他了 從第二章的迷宮就開始 追到水上神殿 然後又追到森林遺跡 然後又追到森林遺跡 走 走 啊 好 拿起來了 把飛刀 開始爭奪龍寶玉 拿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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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勒哲好像不知道 雅勒哲不知道他是誰 雅勒 雅勒哲 阿里手下不留情啊 是阿里雇佣的他 所以他并不知道 阿里是谁 阿里绝尬了啊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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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奥迪様怒怨前, 早就把你带走 把雅留着英零化了, 带走 这样,六个剧情人物, 两个离队 很奇怪,哈利波特没在 雷扎德怎么没在现场, 在现场, 一直在看热闹 怎么回事 对不起, 这是我闻闻 我只能说话, 只能说话 但是, 身体和脚枷, 无法接触 如果他知道阿里,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瞬间, 这瞬间, 这瞬间 我只能说, 心里变得白了 那, 这瞬间, 没有变成, 才能够回答 那, 这瞬间的我们也同样 阿里, 卢克里亚, 本心 那, 这瞬间, 能够把这种力量炒毁 那下一步怎么办 龙宝玉被抢走了 还找机会 找什么机会啊 哇 要回地板 好 如果我们都肯定在这种步 ramp 那把你努力都留着 你不要轻松啊 我去哪里 你只要流浪 我去 era 我去图长 我去那 UEFA 我去季节目 这试者经验是给后来的一个护肤 是给后边人用的 如果谁没有练敌就可以用 另外留下了非常好用的装备 像屠龙剑 攻击力600 相当的强悍 攻击力500 3 3 这样的话 队伍整体实力应该说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样咱们需要返回帝帮 那好吧 本期时间差不多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我们终于把凤龙殿打完了 其实我私下里进行了大约 两个小时的练剧 非常的坚固 终于把离对的那两位剧情人物练到了40级 这样留下了非常强力的武器 那好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